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国家先生会你的人情故事记 这一上来嘴瓢 这事老受不了 之前节目里咱们说了一个正德皇帝 说他这个人非常荒诞 跟他小时候的事情有很大经历 我看很多的历史学家也把正洁归因在这一点上 找了一大堆例子 但是其实说实话 在我看来这个属于是有点先立靶子 先射箭再放靶子了 你是找到一系列的观点 一系列的证据来证明你的想法 而不是因为这一大堆证据在我面前放着 我自然而然推导出这么一个结论 这个是有本质区别的 包括小时候的人生经历对长大之后对人有多大影响 这件事最早可能是弗洛伊德说的 但是各位 弗洛伊德这套心理学的理论 放到今天是基本上都站不住脚的 对吧 心理学这个学科是一个正在进入科学化的这么一个学科 它有点像在15级纪年 就16世纪左右的物理 物理学这个学科它很早就进入了科学思维 所以我们现在不会去质疑它 对吧 它的一切的推导的都是按照科学思维来推导的 但是这什么叫科学思维呢 首先你这事能重复 能复制 咱们说实话 你在同样条件下得到一样的结论 首先你能复制 第二你可正伪 当年爱因斯坦怎么封的神 爱因斯坦封神就是一帮人要去正伪 所以要怎么着 而且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什么结论呢 就是如果我变更了一些条件 它的结论不一样 就是一对一 条件跟结论是一对一的 第三个很重要的因素呢 这没有第一第三个因素了 咱就先说这两个 但是心理学这个呢 它就不太符合这个东西 对吧 首先来说你不可复制 你怎么能复制出两个童年经历 完全一模一样的孩子 对吧 你怎么可能复制出来 你是说这俩是家庭 那这个时候家大人用这个声调说了这句话 那个时候是在他比如说五岁的时候 用这个声调说了这么一句话 你说这个对孩子有多大影响 那在五岁半的时候 用另外一个声调说了这句话 那会不会就有别的影响 那你不可复制 对吧 而且你不可正伪 你怎么不知道不可正伪 你怎么能推回到当年的那个时代 去证明哪些东西是改变变量之后 它就没对呢 所以这个心理学 尤其是童年这所谓对长大的时候有影响 这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 到今天也是 跟各位说 美国至少在美国来说 他们的科学学会 他们的心理学学会分两种 其中一种 这两种区别是什么 其中的一个是认可弗洛伊德的这套说法的 另外一个是不认可弗洛伊德这套说法的 但是这两个都是官方的 但是这两个很明显是不认可弗洛伊德这套说法的组织 他们的对心理学的影响力 包括到今天的一些科学性的推动是更大的 所以我对此 对弗洛伊德这套理论 我是不敢说 不认同 但是我基本上是不太信的 这么一个东西 就拿我个人来说 像这个 同这个叫正德皇帝这种事 我可以举出很多反例 对吧 少年经历也很悲惨 比正德皇帝还悲惨 对吧 而且你看你怎么说他是还悲惨 你从什么角度来说 是时间长吗 对吧 是语言更狠吗 是什么方式吗 你没法定义 对吧 你每一个条件都要给出清晰的定义 对吧 咱就用最不科学的方法说这个问题的话 就是我能找到100个 跟正德皇帝一样悲惨的童年的人 但是最后的结果比正德皇帝好 你说他是皇上 不可以在全世界找到很多皇帝 童年经历非常惨 对吧 像拿破仑 童年经历非常惨 颠沛流离 生活在战火里头 对吧 后来成了一世雄才伟劣的人 那么你能举出很多反例来 对吧 那你怎么能说正德皇帝这个事 他就一定是小时候弄的 拿我个人来说 我是北京人 可能各位说到北京的时候 总会在北京的教育上看到一些问题 比如说北京的学生考试分低 或者什么的 我承认北京确实在很多教育问题上 属于是站在天平 暂时站在天平有利端的人 这个是肯定的 但是不是说北京每个学校都有这样的机会 我所在的北京市朝阳区的那所学校 是全北京市出了名的非常差的学校 我给各位举个例子 我们初中班有40个人 我们初中班有40个人 包括我在内考上大学的三本都算 考上大学的五个 这就是我们学校的情况 各位能想象吗 这是在北京 我是02年上的初中 我05年初中毕业的时候 我们班考上高中的可能就十个人不到 剩下的人要不然就是提前招生走了 要不然就是那会儿提前招生 不是说去好学校 是去什么职高 技校 甚至有的就辍学 然后就是上班去了 就跟家里人去做生意去了 都有非常多 绝大部分人是没有走 是考不上高中的 我们学校 你就知道我们学校有多次了 对吧 后来这不到十个人里头 又只有五个人考上了大学 三本都算 大专先不算 各位 三本都算 所以我们整个高 我们整个初中班 北京的朝阳区 在三环边上的一所学校 当时的情况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各位不是说 北京所有的学生都能考出来 我觉得我个人可以了 对不对 我初一的时候 全班成绩 我在全班中 全班四个人 我大概考二十名 对不对 我要不是说 后来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突然一下就 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开的窍 然后就考分高了 后来我碰上一个比较好的老师 那我就完了 对不对 我不可能今天坐在这能跟各位 我还能跟各位聊聊天 没这机会 对不对 我现在可能就是那一大堆 各位最烦的那种什么大白 就这帮人 我可能就跟他们一样了 对吧 所以这完全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生 那你说我的人生怎么回事呢 我接触到的那些老师 那我高一 我小学初中的时候 那些一开始的班主任 那真不怎么样 在北京 在九十年代 我老师打学生给我打的 给我打的这血 就是血往外喷 你知道吗 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那个班主任就打我 啪就打后脑 那血喷当就喷出来了 对吧 那个那个老师非常臭不要脸 极端臭不要脸的一个人 前一秒 还因为因为这个事还骂你 当上全班面骂你 后来第二秒 因为听说 要让这个学生去准备 这个叫北京市艺术节 我当时拉手工琴吧 去北京市艺术节 要去准备参赛 哎呦 笑不呵的 前一秒还当上全班 你怎么那么那么傻呀 你就是全班最傻 你就给全班拖拖腿 哎先生 你该去 你该去准备你的那个比赛了吧 就才能无耻到这种程度 你知道吧 就是这种东西 对我童年的影响非常大 我到今天都知道那老师姓什么 我绝对不会告诉各位 那老师姓如 这么一个人啊 一个女的 哎 我说出来了哈 那就绝对不会告诉各位这么一个人 我初一的时候 我们那数学老师 那当着那数学老师 我真忘姓什么了 是姓新 这个叫新正 真不能说人名的 我真想说他是谁 那个老师是我见到 我所有的老师中最无耻的 比那姓如的那位还无耻 他真是当着所有人的面 骂你所有的人 对吧 让我们全班所有人写检查 说自己傻 对吧 完全没有失德 就是我的 我的童年 我的上学的时光是这么上过来的 对吧 当然也有人可以说 后来我遇到好老师了 好老师呢 就引导我走向好的路 那不 这个我觉得这事 是 咱得确实要感谢老师啊 我确实很感谢我当年那几个班主任 后来帮我走向正道的那几个班主任 对吧 那个没有他们 我今天也不能跟各位在这坐下聊聊聊聊先天了 对不对 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 那你说我们这个考上大学这五个人 难道跟其他四十多 其他将近四十个人没有生活在一个环境里吗 对吧 没有生活在类似的环境里吗 那为什么这个整个人生啊 他对他的影响就就完全不同的走向嘛 对吧 所以相似的经历不一定带来相似的结果 这个就是我特别想说 对这个正德皇帝的这个这个一些看法 包括我周围也有朋友 我周围也有朋友跟我说 我父母早年就离婚 关系特别差 天天打架 对吧 他当年这个离婚之后 我对我没有什么冥想 所以我很不能理解 往上说什么单亲家庭就如何如何 就怎么怎么样 当然我父母健在而且关系非常好啊 这我也很感谢我的父母 但是就是说这个 他就给我举这种例子 当年我们在聊天的时候 那这个我就 我就是这种人啊 人人是这么说啊 那我就是这种 我现在不也挺好吗 对吧 我不是一样该该该努力工作努力工作 对吧 该该怎么着怎么着 不是说是单亲就如何如何 但是我认识 我的生命里呢 又经历了很多单亲家庭 那确实孩子出来以后 那个脑脑子有问题的 所以你说这有多大影响呢 它的影响在哪呢 是对每个人都有影响呢 怎么能避免这些影响呢 对吧 这些都是问题啊 所以你要把每个人都当作个案去研究的话 然后靠统计学去得到一个所谓的科学结论 我觉得这事是非常不靠谱的 所以对正德皇帝 我看着那句话 如果以后有机会 我去有能力去研究这段历史的话 我的重点一定是放在 它到底是什么 让它成为这个样子 是天赋 是天性 是基因 是这个多年的压抑 还是周围登了登 登基之后的放纵 这些我觉得很有可能 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些都是原因啊 到底哪个占主流 也不好说啊 很有可能就是这么一个结果 但是呢 我觉得不至少要排除掉 因为这某一个人小时候的某些经历 所以他长大就这样了 要排除掉这种说法 这种说法 这种说法骗骗小孩还行啊 但是反正稍微有点 我觉得咱们如果都是成年人 都是有科学思维的人的话 我觉得这种说法是靠不住的 行吧 这一期咱就闲聊一期啊 各位拜拜